大家好,歡迎收看叮噹碼頭的環節 這個環節會跟大家說說上次爭持很激烈 或者馬我們坐著時光機看看過往它怎樣跑 今次有沒有機會跟大家分析 讓大家心目中有拿捏 還未說之前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右下角都會見到四星龍珠 按下去有新片才能幫到大家 可以在馬仔裡贏多些 另外我有IG右下角都會有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初日按IG頭像就會見到我的心水提供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有甚麼馬 我們要坐時光機去看 就是永遠美麗 雖然我貼了神虎龍區 但我都有跟大家在五間馬鏡講 就是永遠美麗才是它對手 上次究竟它怎樣跑呢 輸給澳油氣泡 我們一起看看潘頓其實都是想贏這場 但如果你有看賽後報告 你會知道這隻馬去到最後 只有150米的時候 這隻馬才會沒有力 既然這樣你就要知道 原來這隻馬跑1600 太長了 對它來說 澳油氣泡在外面捕著你 白衣服那隻 永遠美麗粉紅色就粉紅帽很容易認 還有370米它其實是出頭的 還有300米給你買酒地 所以你都覺得沒有希望 潘頓現在才出奶力 其實但還有200米 即是跑1600 你見到澳油氣泡 由最後200米到最後 一直都吃著潘頓永遠美麗 原則即是你得1400氣量 所以我們有時看馬就知道 澳油氣泡因為氣量贏了你 所以它最後200 那個爆發力可以持續 而你去到1400不是不行 你都是持續扔掉後面馬群 不過勁度即時間簡單說 沒那麼快 結果輸給澳油氣泡 而實際上澳油氣泡是長途到連2000都跑到 結果他都可以跟麥杜朗那隻馬王 浪漫勇士 你一邊我一步繼續潛鬥 你想想用那種級數來跑1600 你1400馬永遠未來 你當然是腳軟去到1400對著他 但都很聰明 過來1400不敢說他一定沒得跑 不過神虎龍區都有進步 所以大家平榜跑你高分些 但神虎龍區不是完全沒希望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